字幕提供 每到了2月份就是該出發前往沖繩的日子 滿滿人潮塞滿機場 這次計劃先飛沖繩 一天後再飛石原島 希望能夠去羅德春訓基地 得到佐佐穆朗西的簽名球 抵達沖繩囉 來到沖繩春訓 第一個就是要來拿這個 沖繩春訓的手冊 它會介紹你所有的每一隊在什麼球場 如果你要搭車去要搭什麼車去 然後怎麼開車去 附近有什麼景點 每一個球場附近都有景點的介紹 版神的 樂天的 包含它的 球場的地理位置 地點 在哪裡 然後附近的店家有什麼 其實都有 他們的春訓其實做得很完整 春訓財在這時候就開始要練財了 記得來到國內縣這邊要拿這一本 抵達沖繩了 沖繩的天氣好到一個不行 除了有幾塊小烏雲 但是這個太陽還蠻熱烈的 溫度也還蠻高的 不錯 之前來沖繩在國際通馬路上 時不時看到觀光客開著卡丁車在路上奔馳 從租車公司簽到車開往美國村的路上 就看到一群觀光客在路上開著卡丁車 今天是2023 2024年2月1號 也就是日本職棒春訓的第一天 第一天就先來到沖繩北谷丁 中日榮隊的春訓基地 上次來到這邊是去年 可是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圍了蠻遠的 今年看起來是有開放讓大家球迷可以來參觀的 而且好像沒有什麼圍的範圍 就趕緊來看看吧 來看春訓其實他們都規劃的非常好 那這邊是2024年中日榮隊在北谷丁的春訓基地的場地 這一塊是他們的田徑場 那選手在熱身跑步會在這邊 這一塊是主球場 然後這邊是一個簡易的內野球場 這邊是一個室內的練習場 那球員移動基本上都會在這邊走來走去 他整個的腹地是這樣 然後他會很清楚的告知 他是2月1號到2月25號 整個春訓會在這邊 然後有2月5號、2月9號、2月14、2月19是休息 然後還會有什麼對戰組合、練習組合、練習賽 都寫得很清楚 其實在整個春訓的規劃 不管是動線、不管是商機 不管是整個的商品的安排都很完整、很完善 那我覺得日本球團很清楚的知道 春訓才要怎麼做、要怎麼來 其實從2月1號開始 春訓一開始就可以搶錢大作戰 就是看美隊怎麼去行銷自己的商品 行銷自己的球隊、行銷自己的球員 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春訓的第一天商品部就出現排隊人潮 這也是疫情之後真正完整的沖繩春訓 球迷期待已久的購物欲望一次被打開 不只進來買東西要排隊 連結帳也要排隊 在中日龍隊春訓球場大部分球迷會待在三壘側這裡 這裡是主球場通往牛棚區以及檢疫戶外球場的通道 比較近距離看到選手也比較多機會要到簽名 那這是中義北谷球場的牛棚 呼嚕碰 那看起來它有1、2、3、4、5、6、7、8個 8個頭骨手的頭道 可以有8組頭骨手在這邊練 然後這邊也可以開放球迷觀賞 距離有一點點小小的遠 但是還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要頭骨手在麵頭的狀況 沖繩法國麵包 應該算越是法國麵包 現點現做 等待的過程 先來一杯歐龍現炸生啤酒 現點現做的越式法國麵包 會加入滿滿的醃紅蘿蔔與白蘿蔔增加清脆感 鋪上醃製好的肉塊 越式法國麵包上面的香菜就在你面前新鮮彩下 將剛彩下的香菜切碎 淋上醬之後再把切碎的香菜鋪在最上層 跟在台灣吃到的越式法國麵包比起來稍微小一些 現彩的香菜味道真的很濃郁 搭配香氣十足的肉香味讓人味蕾大開 邊看春訓邊享用我的午餐 第一天安排來到位於北谷町中日龍隊的春訓球場 就是為了可以看到今年剛轉隊的鍾田翔而來 也如願的看到Aniki穿上中日龍隊球衣的身影 沖繩溫暖的氣候很適合職業球隊進行訓練 沖繩溫暖的氣候很適合職業球隊進行訓練 更適合球迷來到這裡愜意的享用美食享受陽光 這邊圍的這麼多人 他們在拍什麼呢 他們在拍什麼拍什麼球員嗎 其實是在拍娃娃娃接受訪問 Dawara在日本是人氣非常高的吉祥物 為了索取它簽名的球迷已經大牌藏龍了 春訓期間也是各家運動品牌代表 跟球員討論今年贊助球具款式及配色 在一旁的簡易球場內有投手正在進行練習 模擬投手正面滾地球製造雙殺的情境 距離非常近也有不少球迷圍觀 看到鍾田祥走出來準備接受電視台訪問 中日龍隊的球迷也漸漸聚集在周圍 希望可以成功取得轉隊後鍾田祥的簽名 這就是沖繩春訓有趣的行程之一 接受完訪問的鍾田祥走向球迷開始簽名 擁擠的人潮也將通到擠的水洩不通 日本各家電視台紛紛捕捉簽名瞬間的畫面 還好我是第二個簽到立即退到最後方 要不然擠在這個人群中就沒有辦法拍攝畫面了 熱騰騰的中日龍隊65號鍾田祥簽名GET 意外發現曾經效力於板神虎隊中日龍隊 也加盟過MLB小熊隊的浮流小姐出現在場邊 2023年曾經來台指導過日喬學校的小朋友 無緣在台灣簽到他 沒想到2024年一開始就意外遇到並且簽到 2022年季中轉任投手的庚偉昂在另外一側替球迷簽名 前後總共簽了快20分鐘才因工作人員阻擋而停止 我現在人在沖繩的美國村 那後面這一塊就是以前的摩天輪現在已經拆掉了 那剛剛去中日龍的春訓簽到了中田祥 也意外的遇到了浮流小姐 算是蠻意外的一個收穫 那每次來美國村我都會來旁邊的一個 這家回轉壽司 那它算是平價版的回轉壽司 就是魚貨也蠻新鮮的 海鮮都蠻新鮮的 價格也算是很公道很划算 我每次只要來美國村都一定會來這邊吃 只要有時間都會想辦法來這邊吃 那今天就也推進給大家 雖然蠻多台灣的觀光客都會來 那究竟它的菜色如何呢 就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進門後要先取號碼牌 選好人數之後再挑選你要的座位區 人不多的話建議選霸台區會比較快 都來到了沖繩 一定要來一杯 現狀Oreal 深啤酒 才過癮 乾杯 三拼握壽司 甜蝦握壽司上面鋪滿了海膽 魚卵 不知道這家醋飯好不好吃 但是在這邊說醋飯不好吃 應該是不會被打 肥滋滋的黑鮪魚露 這個顏色根本就像和牛了吧 但它是黑鮪魚 才日幣380 你說吃不吃 沖繩的特產就是海葡萄 這邊也有海葡萄的海苔壽司 喜歡吃蝦的可以點這種綜合蝦 鮪魚 納豆 山藥泥 上面都加了生蛋黃 這在台灣絕對沒看過吧 這家店很特別的方式是 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價格 它的每一個盤子後面都有磁條 這個磁條呢 他們只要用機器掃 就可以算出你總共吃了多少錢 很厲害 好啦 吃完了 平均一個人的單價差不多3500日幣 吃的算還蠻飽的 雖然晚一點還是要吃飯啦 現在是6點 晚上6點15分 離開了門口已經排滿的人 還好下午傍晚就先來吃了 那晚上我們會吃什麼呢 拭目以待 晚上來到了著名的國際通大街 邊逛街邊走向晚餐的地方 沖繩有名的就是蛇酒 那這家有賣一個Shot 500Yen 500日幣的蛇酒 來嘗試一下吧 蛇酒是用Awamori釀製而成 波布蛇叫做黃綠龜殼花 是日本境內量最多的毒蛇 蛇酒的釀造方式據說有兩種 一種是活蛇釀造 一種則是去除內臟後再進行釀造 不論使用哪種方法釀酒傷 都會加入配方藥草讓酒變得順口 蛇酒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奇怪耶 還蠻甜的甜甜的 這個地方是國際通的烏台村 烏台在日文的意思就是路邊攤 那把路邊攤全部整合在這邊 弄得很有風味 那這個烏台村裡面 看起來大概有20家的店家 就來進去看看吧 就來進去看看吧 烏台村 可以更近距離的看到廚房料理的方式 以及滿桌串好等著師傅燒烤的食材 這家店的飲料 有啤酒 沙瓦 海磅 海磅其實應該就是海波爐 翻譯的滿好的 然後蛇酒 這邊的一個Shot要八百雁 它有五酒精的飲料 包含烏龍茶 可樂綠茶 它的餐點有 烤雞肉串拼盤十個 烤蔬菜豬肉串 海葡萄 八股豬肉排 牛舌 沙拉 土豆沙拉應該就是馬鈴薯沙拉啦 雞皮 明太子 烏魚 烏賊醋 老樣子 到了每個地方 沖繩的任何一個喝酒 一定要有Oreo 才夠對位 點了盤 炙燒明太子 一盤900日幣而已 這樣一盤才900日幣 真的蠻划算的 今天點的盤 地雞烤串 十串的 兩千日幣 大吉大利 今晚吃雞 喔 它是用炭的直火去燒 所以 炭起來的那個煙味啊 整個包在它的肉的外層 然後你看這個 大蔥 燒的那個焦香 要焦不焦 要焦不焦的 它那個 蔥的香味跟甜味 就釋放出來 它的 烤肉醬也蠻厲害的 淡淡的醬油香 它不會太鹹 它不會搶到原本的味道 然後雞肉 應該是雞腿肉 所以蠻嫩 比較保有它雞肉的那個水分 我覺得很好吃耶 難怪老闆一直說 你從哪邊來 我們台灣來 台灣 喔台灣都說好吃 好啦 真的蠻好吃的 老闆對它的食材品質 以及燒烤功力 非常有自信 不斷的強調很多台灣客人來 都會給它小費 這個肉串啊 它是應該是雞肉 跟雞亂骨 攪在一起 所以它咬下去 就吃得到 雞亂骨的口感 欸這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它的烤肉醬很下酒 它的鹹度蠻夠的 吃完了剛剛的串燒 現在換來另外一家 它有在賣關東煮 這個是大根 豆腐 它的湯散發出濃濃的柴魚味 整個湯底很香 然後這個是紫芋 當地的紫芋頭做的 像甜不辣的料理的方式 這個就是純正天婦羅 光我在拍的時候 就已經聞到天婦羅的香味了 我來喝了 以為來沖繩 喝了OREON啤酒 好像就很厲害了嗎 荊棘的 嗨菠蘆 裡面滿滿的荊棘 可能在螢幕前面聞不到 它的荊棘是冷凍荊棘 所以整個在酒裡面散發出濃濃的荊棘香味 荊棘的海埔乳 荊棘的海埔乳 喔 滿滿的荊棘香 好濃的荊棘喔 以為荊棘海埔乳 就沒了嗎 來 Mojito 沖繩特有的Mojito 下面是沖繩特有的黑糖 哈哈哈哈 它的基底是威士忌耶 好香的天婦羅 我的天啊 好香的 它的外皮很脆 但是它有那個 它的反彈力還滿強的 它彈性係數又還好 拿去做中華翅膀的拳會彈很遠 彈性係數爆表 喂 咦 大概是 哪個蛋 哪個蛋 有的紅玉 然後做的太平 像天婦羅蜜蜜 它應該是用煎的 這樣滿滿的荊棘 滿滿的荊棘 看起來很不像魚童 但是味道滿像的 今天在國際通的屋台 吃了兩家店 一個是雞肉的串燒 一個是像關東煮的一個料理 那不管是哪一家店的口味 都很特別 然後老實說也很下居 除了這兩家店之外的每一家店 其實都有一些很特別的特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這邊 很大聲的 爛爛 大聲的喝酒 開心的喧嘩 去 宣洩他們的壓力 去獲得他們開心的元素 這是在 沖繩的屋台 可以享受到的一個特別的環境 到現在已經是十點了 現場還是這麼的歡樂 這是滿特別的 尤其是在市區裡面 那如果下次有來沖繩 可以來這邊坐坐看 蠻有趣的 真的蠻有趣的 現在在 沖繩木製第一公社市場旁邊的小巷子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半了 那剛剛從屋台那邊走過來 要走回飯店的路上 在公社市場旁邊的小巷子裡面 到處都充滿了歡笑聲 好奇的走進來看了一下 超多居酒屋串燒店 然後這邊充滿了一些喝酒的男男女女 那這讓我滿驚訝的是 因為之前不太會踏進來這邊 然後今天第一次這樣踏進來 我發現別有洞天耶 這邊真的每一個巷子裡面都是 餐酒館 居酒屋 你要喝酒要吃東西 要體驗沖繩料理 這邊什麼都有 而且各式各樣的 有地雞 咖哩飯 沖繩麵 什麼都有 很特別 如果下次有來沖繩 晚上睡不著覺 也許可以走過來 木製第一市場旁邊的小巷 有沒有晃晃 找找有沒有特別的料理